谈到学籍的临政经验呢 这个人在临场上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不过呢 他的经验呢 积累的对象和一般病假有区别 太医院的医官嘛 杰出的更多的是达官显贵 杰出的更多的是达官显贵 在今天的都市人群 都市病人里面呢 还可以找到雷同的 今天都市人的生活就无子生活而言 和那个时候的达官显贵也相差无几 无子生活还是比较丰富了 当然质量不一样 质量不一样 常规的他的治疗经验概括起来呢 就是弹症重在补皮 他特别重视补皮 你将来当了医生你就知道 这儿有当过医生的人 搞过临床的 古人在这些方面的认识 确实非常了不起 脾为生痰之源 这个话一点都不假 治疗一个弹痴性的病症 你仅仅针对弹痴这样的病理产物 那完全是隔血烧痴 必须通过贱皮才能控制他的源头 才能够真正收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所以他重视补皮是有道理的 比如我们前面讨论到的治疗弹痴性病症 周丹西用二层汤最多 那么如果我们结合起来考虑 再用二层汤的同时 二层汤当然有健脾的作用 但远远不够 把健脾这么一个治疗手法 考虑进去 那这个临床价值就更大了 尤其是对那些 长期患痰食病症的人 那这个价值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具体的体现要通过药物 所以后世有二层二层汤 二层汤的基础上加仓厨白厨 这个加法是非常精妙的 它不仅精淡而且精妙 健脾又不庸致 健脾造实 又不庸致 所以它的运用面非常广 当然如果肩脾气一须 二层二层又还不够 那我们更多的时候 可能要把二层和李宗啊 这样的方合起来加以运用 甚至父子李宗啊 杀伴李宗啊 父子李宗啊 你都要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有些人又抬失肾 又皮疾虚 同时又有点胃因不足 这个就麻烦了 临床上矛盾错综交织的情况非常多 这个就要把干淡实皮和造实话谈结合起来 你光造实话谈不行 你光一气也不行 温装一气也不行 干淡实皮和造实话谈要结合起来 血症它重在一气 它特别重视一气 导致初学的原因很多啊 学籍懂不懂得火热实症 要职清职责火热 当然懂 当然懂 果真是火热实症 当然要含量泄火 毫无疑问 它也会用 但在它的医疗生涯当中 可能碰到的血症 我估计哈 相对 症需的比较多 因为达官显贵 就我们今天在灵床上看到的血症 脾下除血 斑针 指电 笔血 牙龙出血 科学 图血 我们所见到的 相对而言 就占的比例 并加的绝对值 那个数量绝对值 占的比例的大小而言 虚失夹杂的占了绝大部分 相当一部分血症 兼有正虚 所以 它重视这个环节是很有道理的 还有血症发展到一定阶段 那这个重视一气 这个环节 就 进一步上升了 它的重要性就进一步上升 因为气水血脱 气水血血散 在死血的过程当中 元气也大量的耗散 反过来 气越消耗得多 血的固塞 越没有力量 所以越到后期 杂病除血 杂病的血症 时间越长 越到后期 那一气的重要性 越高 当然更不要说 因气血而导致的血症 以补气为急 以补气为先 以补气为药 你不要直接去止血 果真是由气血而导致的出血 你想这个原始动因是什么 固塞 无权 形象的理解 把你们的灵魂深入到并家机体里面去 它这个循环系统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也许是整个 也许是整个 也许是这个局部 形象点讲 瘫痪或犯瘫痪状态 罢工了 它本来是用来约束血液的 血管处于瘫痪状态 所以那个口子开了多大就是多大 随着血液的外流往外涌挤 越挤那个口子还可以越大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把它的管道系统集合 让它的功能恢复 这个管道弹性恢复 它就促进那个破裂的口子 闭合 那个不是你用直觉药 去直觉能够止住的 那么用直觉药 有没有效果呢 有短期的效果 就形成 瘀血的血管 堵塞在那 那这种堵塞所产生的效果 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是非常可怕的 一旦这个堵塞的鱼血管 被下一次除血 冲击开了以后 那不得了啊 排山倒海 所以果真是因气虚不能色血 而导致的除血性病症 要以义气为己 古代医家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了 有行之学不能塑身 无行之气所当极固 只有极固无行之气 才能使除血倾向得到有效的治治 所以它重要呢 对于中风病症 它注重的是田经 古人对中风这个病症的研究啊 众多名家底下 得出的共同的认识 就认为是下缘亏损 就个人的生活失调 不善于养生 对性的释放太过 古人讲的比较直接 其实与这个关系最密切 当然其实是多因素 中风呢 我们今天发现那些短命家族呢 当然中风不一定个个都短命啊 有些八十岁中风 还有有些中风以后活到八十岁 四十岁中风活到八十岁 但是还有一类就是 一中风就要命 短命家族 这个是体制遗传 这种家族 家族最可怕 最可怕 这样的中风呢 这样的中风呢 严格的讲 用药物 可能能够延缓它 发作的时间 但可能还是 很难兴免于难 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它那个遗传特点 我估计也很难 所以古人对这个病的治疗 在治疗上 强调 田精补肾 所用的药物 主要是 治阴阳血 田精的药 田精补肾 我们是在补阴 其实也补了阳 阴阳复根 但是在这儿用药上 重点是 选用治阴阳血的药 大剂量 当然它有它的 舌脉 临床表现特点 脉技术 或者是脉弦 不柔和 舌红 舌体瘦 舌上扫胎 临床上 表现形式非常复杂 血虚病症 当然这儿更多的指的 都是杂病 不是直接的去补阶 而是重补器 同学们将来当医生 你就知道了 哎呀 这个人昨天才大使血 吐了两千 今天给他重用 补血药 一百克熟地 一百克大枣 你把这样的药用上去 你看看 直下去 他就不接受 搁在中间 不仅仅这个药 不能吸收 没有达到你的目的 他连饭都吃不下 你说你这个血 怎么补呢 所以补器的目的 就是调动机体 生产血液的积极性 他那个指向非常明确 就是去调动机体 生产血液的那个积极性 通过补器 他能吃 补器以后 他食欲上升了 能吃能消化 能吸收 他就能再生产 大机量的洋血 一去 宗教障碍 不能吃 不能消化 不能排泄 马上这个生产系统 处于一个停产状态 功能障碍了 所以他很有道理 当然 补器在选耀上 也还很有讲究 这个我们就无法一一的 细说 什么时候 用多少黄旗 多少人生 这个要去体会 终然是气虚 如果加斯多 我们还可不可以 大机量一去 你也要去体会了 你才知道 那就不可以 加了食热 那就更不可以 所以我们连一去 这么重要的工作 都要先放一放 先除食 除食热 不然的话 补器的药一去 食热 它开始上升 做了血气 你也很难实现你的 治疗目标 就综合性而言 就综合性而言 对虚损的病症 疲圣都要重视 学籍也是疲圣病重的一家 虽然他强调 虽然他强调补皮 重于补肾 其实他是 疲圣病重的 所以我一再 奉劝同学们 多去读一读 明家的作品 很多真正的学术上 比较通的 比较透的 这种一家 他自身的学术 知识的结构是很健全 所以他的认识理念也是 很全面 考虑问题很周到 他虽然有所强调 他强调都有前提 所以这个一家 给我们留下的 启示也是很宝贵的 他的作品呢 很多 但是更多的是 资料汇编性的作品 他的作品更多的是 资料汇编性的 内科摘要 女科摘要 很多是摘人家的 他那儿见到的文献多 太医院里面 当然也还有他 很多地方 附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 有关学籍的学术思想 我们就简单这样提一提 孙依奎 孙依奎 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呢 是赤水玄珠 伊子叙鱼 在学术上呢 他比较新颖的一些见解 比如有关命门学说的 命门说的一些见解 什么是命门 今天我们中医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没解决 所以中医理论里面 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至今还未得到合理的解答 他说是圣间动气 砍中之痒 圣间什么动气啊 两圣之间有个什么动气啊 在那儿不动啊 我们从腹部摸到的 这个动气动气 他们也没有进一步去采伐 动气是个什么状态 生理情况下 病理情况下又是个什么状态 没进一步生动形象的 加以采伐呀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摸到的 腹主动脉的那个波动 叫做动气啊 所以这类问题还很多 但是呢 他在学术理念上 把左者为圣 右者为命门 这个说法 综合起来 他说不能够去强分左右 你谁看见了 谁有依据 是两圣之间的一种生命的原动力 但是他之所以明明为动气 应该有他的指导思想 是一家触手可得 摸一摸可以摸到 还是一种生命的潜意识 自己能够感觉到 所以这样的术语呢 也还非常费解 不过他在功能上 给我们做了概括 用一清八卦 坎中之阳 坎卦 当中的阳气 所含的阳气 造化的书机 所谓命门就是 水中所含的阳气 水中之阳 水所包含的那种生气 阳气 造化的书机 世界万物 运动变化的 最核心的那一点 那种动力 哎呀 他们也想把它说清楚 也想把它说形象 没有办法 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用语言只能描述到这个程度 一切生命体 生长发育的根本 现在要去给它定位 定性 是哪个脏气 在哪个部位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 所以这类问题还在研究 因为这类问题 研究还有价值 价值在哪里 它还是要指导我们临床 所以我们今天谈补命门 我们实际上 这通过临床时间 已经掌握了 哪些药物 哪些方药 是补命门的方药 就我们中医而言 到了这一步 到了这一步 就基本可以满足了 可以运用了 但是我们要用求实的眼光 求真的眼光 进一步去 想要把它再具体化一点 再形象化一点 就麻烦 所以现代科学家 现代学者 很多他不承认 你这个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是一种生命功能的概括 而且是人 一生中 生命功能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 内分泌 那个系统 可能有点类似 某种信线 你要找五指根据 有可能 三教也是个问题 我的老师搞了一辈子学术 也在搞这个 现在都生命垂危了 还在思考这个 今天上午还给我打电话 已经有一点 哎呀 说话都很困难了 躺在床上 给我打电话 谈他的想法 真的非常感人 我一边听了 一边都在擦眼泪 话都说不清楚了 还在研究学术 一辈子知之不倦 我原来都告诉过 我都给老师讨论过 我说老师 你 这个问题呢 你已经做出你的贡献 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 他不 不放弃 他是想把它更形象化 更具体化 他也是古代一家一样的 所以我们中医 你今天怎么能够阻止阻止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入呢 你阻止不了 所以中医的现代科研是 中医有可能 和中医未来发展 密切相关 古人在追求形象化 今天的 现在的 垂垂脑蚁的学者 还是在追求形象化 具体化 我就跟老师谈我的想法 我说有些 我们的有些 基础理论里面 涉及到的人体的某个组织 某个部位 某个生命单元 谈得太具体了 反而要出问题 没法具体 你硬要把它说得太具体 那反而可能成了个问题 中医的很多概念真是这样 你要想把它具体化 形象化 一具体化 一形象化 反而有问题 我前面所提到的 比如 讲悬浮就是毛孔 那就成了问题了 就是汗孔 悬浮不通 就是汗孔 皮毛的汗孔不通 那你还没有金带的 刘外树 讲得透了 人家那个指讲功能特点 它的围观存在状态 它不把它具体化 在哪个部位 它不具体化 无器不由 无处不在 讲得好 你如果今天讲中医 把它讲成汗孔 那你能落后了 学生到潮理解了 毛孔啊 显微镜下 看得见了 这个讲得好啊 讲得不好 你以为讲得好 其实讲得不好 所以我是主张对 很多 有关中医基础理论里面的 某些特殊的生命单元 某些特殊的 生命概念 不要去把它 简单的五指化 尤其是要和今天的解剖 刀下的某些组织相对应 这个有可能和 它原来的本意 相去越来越远 所以它这儿的研究 尽可能深入地去 理解它的生命功能 在人体生命活动 当中的 它所存在的那种 生命状态 它能够发挥的生命功能 去理解那个 所以对三交 它也进行了研究 什么是三交 外有精内无形 我的老师呢 就说是 精膜 和精膜 形成的那个 空间构架 磨臭 他提的是磨臭 原话 我在总结它的时候 我就给它发挥了一下 我说就是精膜和精膜 所形成的空间构架 已经把它相当具体化了 当然它有一个优点 也是说它无处不在 在这个问题上 张景月也是表现了很聪明的态度 三交一腔之大体 对人的 躯体的一个分端 景月是这个观点 对人这个宏观 整体的一个分端认识 所以孙奕奎来说是 外有精内无形 有精脉连树 有精脉分布走向 里面没有具体的物质可以 拿出来给你看 这个认识还是有道理的 他也讨论了军火项火 他说天地有军火项火 人也有军火项火 逐一地进行了讨论 军火项火都是人的生理之火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只有在时常 在变动成为病理的状态下 它才成为有害的邪火 那是有条件的 所以不要以项火为病理之火 当然我们通常谈 项火 很多时候谈的病理之火 但是谈病理之火的时候 加了两个字 妄动 妄动 没有这两个字 病理之火就不能成立 那你就是取解项火 项火为病非常复杂 你想吗 它是由 更多的是由情质变动引起的 用具不恰当的 现代术语讲 是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变动 功能失调引起的 这个比喻还不太恰当 非常复杂 在争断治疗方面呢 有关温补派的一家前面的 我们就只能简单提一提 强调正信 突出的是什么 辩证 所有的名家突出的都是辩证论治 你看强调正信从哪些方面在强调 寒热虚实表里气血 这不是辩证吗 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模式的辩证 拔钢辩证的基本框架 都在里面 当然后世又有变化 阴阳表里含热虚实 八纲辩证 而且也特别重视元气 重视元气是重视哪个系统 肾系统 但是元气 我们中医元气这个概念很大 是对我们整个生命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概括 是对五脏六腑生命状态的一个综合性概括 严格的讲 它是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在把它用于讨论临床病症的时候 谈元气 有时候我们谈的是整体生命水平 生命状态的概括 有时候我们谈 有时候讨论的是什么呢 所以对于杂病的治疗 他重视着温补命门 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来了 反对滥用寒凉 反对滥用寒凉 他这个态度已经很宣明 这样宣明的表达仍然不能够 有效的纠正 当时乃至后世 勿用寒凉这个恶劣倾向 所以今天我们还要把温补派的讨论 作为一个重点 那这样一讨论呢 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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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